覆盟 凱 drought 這裡是台中市造航行車 公司目前跟HOP耙篷了大年queine 就是口頭盤的原廠做一個授錢鑑定的服務 那這個部分的話主要是針對車控的鑑定 讓消費者做一個承軸保護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由我來介紹一台1998年的308 那各位消費者可以大概了解到幾個地方 就是買中古車要注意的機械 那可以拼命到傳到服務品的車的話 那首先我們就先打開這台車的引擎室來看一下 那引擎室的部分我們主要看幾個地方 就是包含說引擎蓋上面 這個是原廠的貼標 那就是跟人的身分證一樣 只有出場的時候才貼有一張而已 那這個引擎蓋假設如果遭受過 撞擊、板金、更換的話 那這個原廠的貼標就會不見了 那還有包含說我們看得到的 這裡會有原廠打上一層硬的封膠 那假設說這個引擎都有遭受過撞擊 我們因為要板金的話 必須先把這個封膠給剔除掉 那到時候板金好了一樣會上一層膠 就會變成說一般俗稱的屬於控制輪的 那再來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螺絲 螺絲的部分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沒有任何的掉漆以及缺角的部分 那這個你可以去辨別到說 這個引擎蓋有沒有曾經拆卸過 那接下來我們看的就是 車子的H鋼兩部分 這就是所謂俗稱的車道 那可以大概去看一下 車道以及上面的原廠封膠 都是完整存在的 那車子是一體兩面的 我們都可以大概去看一下 包含這個車道上 會有原廠的機械打點 那假設說 這個車道已經有遭受過撞擊的話 經有一個普通板金的動作 這個原廠的機械打點 就會不見了 那包含我們看到S版的部分 BMW的螺絲比較特別 只要你有經過拆卸的話 那上面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掉漆 或是缺角的現象 那簡單經由這幾個東西去辨別的話 我們可以了解到 最重要的MERS型車頭 是相當的完整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看 四個門還有後車廂的部分 那門的話 我們最主要的話 就是看這一層封膠 這剛剛有介紹過的 就是一樣的道理 那如果這個門遭受過撞擊 我要經由一個 板金的動作化 那這個封膠一定要先把它剔除掉 剔除之後 到時候再打上新的封膠 然後這個就是變成水泡之軟的封膠 那四個門都可以 照這個角度 就辨別說 門是否有遭受過撞擊 那再來我們看的是後行李蓋的部分 行李蓋的部分 我們一樣可以看到 完整原廠的硬封膠 那 沒有缺角以及吊漆的螺絲 原廠的機械手臂打點 那包含葉子板的話 我們都可以清楚地去看到 原廠的機械打點都還在 那 那 這可以簡單地辨別說 葉子板以及後行李蓋的部分 都呢 早上都做不成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看備胎式的部分 是否環節 那備胎式打開的話 我們一樣可以看到 原廠的機械封膠 以及打點的部分 那 那經由這幾個小地方的話 我們可以 清楚地辨別到 這一台車 板件的部分 是相當的完整 那這就是 我們跟 他的大聯網 所鑑定的一個 受險檢驗的查驗制度 那接下來 阿涵 跟 各位消費者 介紹了兩種車 這個是 相當的危險 不能買 買賣的車輛 就是 第一個 俗稱重大事故的龍街車 那龍街車的話 我們就是主要把這個 側條的部分 把它拉開 看看裡面的機械打點 是否有完整 那假設說 一台車是因為翻車接屋頂的話 那我用一個雨缺焊槍 把這個板件燒焊開來的話 那我大概可以看得到的就是 大概這一個區間的焊點 因為燒焊開之後 我到時候經由一個補塗抹瓶 抹瓶 烤漆的動作 那這些的打點就會不見了 那如果是前後 撞得很嚴重 龍街的話 那大概是這個 機械打點的部分 會不會存在 那這個車不能買賣 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於說 假設你是前後龍街的車子的話 如果哪一天 在經由一個嚴重的車重的話 這個車 會經一台變成兩台 會有相當的危險性 那再來一種就是 大家都還蠻擔心的 泡水車 泡水車的話 不可以有單一個極象去辨別 那主要的辨別包含說 這個側條拉開 裡面是否有 黃土泥沙的淤積 那 裡面的 車子裡面的地毯 是否有使用過的痕跡 還是說 車子裡面 存在著一個新車位 那 這幾個地方 都是要去注意的 看它是不是 有泡水車的極象 那還有一個 就是可以看到 保險之河裡面的地方 好 那包含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都可以去打開 那裡面是 假設 如果啊 在經由剛剛講 遍別的極象 好 注意看 這是不是為泡水車 那 車子 除了 經由一個售寫的查案鑑定 來替消費者成人把關以外 我們還有後續的 兩大保固 以及五大保證 這是針對引擎跟變速箱的部分 我們做長久的保固服務 最長我們可以做到五年十萬公里 那另外包含說 旅約的保證 裡面包含的重大事故車 泡水車 龍街車 主任車 營業用車 就是所謂的計程車 那針對這五項車輛的話 假設有買賣以上的車輛情形的話 我們就是 以買賣的成交價 買多少 包退多少 那來保護消費者權益 那如果看了以上的簡介 對你買賣中古車 能夠有幫助的話 希望能 讓你對買賣中古車 在評估防潛性的時候能夠講 那我是這邊消防汽車的業務 我姓林 叫我阿寶就可以了 如果有需要服務的地方 我聽話是0923 323 606 謝謝